早餐不知道吃什么,试试用糯米粉这样做,软糯香甜不腻口 450克糯米粉中加90克面粉,35克白糖 先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再分多次少量加入50度左右的温开水 边加边搅拌 搅成细状后,再下手揉成软硬适中的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就一小团面团 先捏成一个小窝 放上一汤匙蜜红豆 蜜红豆的制作在往期视频中有详细的介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翻译一下 出口紧实再按扁就可以了 两面跟四周再均匀的裹上一层白芝麻 再稍微按压紧实 做好的饼皮放一旁备用 煸饼趁重一热加少许油 放入四个饼皮一边键一边按压 每隔10秒再翻一次面聚集按压 越薄也好 直至尖至能够看到饼微微鼓起 就说明已经熟了 两面也都已经呈金黄色 这时就可以出锅张牌了 咱们的蜜豆糯米饼就做好了 这种甜度刚刚好 所以吃起来它不会腻口 而且非常的软糯且不沾牙 做好的糯米饼趁热才是最好吃最香的 冷了可以再上锅整一整 它也不影响口感 好了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 拜拜